只要在咱们国内的话,我感觉千八百个钱给你解决了,慢慢整整,在这块儿我的妈,什么都贵,真的 很多次人干活慢,是慢,但是干活挺细处的 没错兄弟们,这镇子又是给老丈人装修房子,又是给大兄弟帮忙看房子 但是和房子算是杠成了,所以这两天没啥事儿,我就决定给自己的小别墅来装修一下 只是最后这个价格呀,属实是由我上了一课 今天我和我媳妇去把,就是我家前面有个小圆子,你知道吗,小圆子 然后是和那个,给你就是公用的,然后我再想把那个做个隔断 因为这样的,没隔断的话,就是大家都不方便 我们, когда вернулись сюда, мы до этого момента здесь жили всег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постоянно были у родителей, постоянно были по делам, даже времени не было здесь делать сейчас мы вернулись, у нас очень много дел, у меня много дел внутри дома у Миши много дел снаружи дома, ему нужно убираться там, в гараже, на улице а мне здесь целая куча дел нужно сделать, я вчера весь день здесь убиралась, просто весь день сейчас дом большой, уборки много, но все равно приятно,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дом большой, работы много, но это прият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дом свой я здесь себя так классно чувствую, мне здесь так хорошо, так спокойно, так душевно вообще вот намного лучше, чем в квартире, правда, это прям такой дом, который прям по сердцу к нам подошел и мы тут очень счастливы мы здесь соседи будут не против мы, кстати, познакомились, я познакомилась с соседкой,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ая женщина, такая, ее зовут Алена вот, такая хорошая женщина, я думаю, мы с ней подружимся у меня хорошая женщина! 因为我们订购的木板材料还没有送到 所以今天也就让工人过来 简单的看一下 等明天木材到了 再开始动工 今天第一次见面 只等我们等了一个价格 过来看一下 OK兄弟们 刚才那个施工都过来 然后过来之后价格也是非常的拿捏 就是一开始我们谈好的价格是 那个一万七价的木 然后后来吧 他过来之后说着 问我们那个料多长 我说三米长 但是我们要是两米一的高度 他说那这不得那个拉吗 他说拉得加钱 我说那你们工费里面不含吗 那个拉木头 他说不含 我说那这个工费里含啥呀 他说你不是现成的吗 我直接安装 我说安装我也会安 然后后来我一醒子算了 就是他又加了四千楼布 就是一共两万一千楼布 我说算了那你就整吧 本身这种小伙伴 所有的公司也不愿意干 我说那你就那吧 那你就干吧 然后木板 昨天我们订了 木板一万多楼布 然后还没算 就是那个其他的料呢 其他的那料 我估计也得一万多楼布 就加一起五万楼布吧 三千多块钱人民币 只要在咱们国内的话 我感觉千八百块钱 给你解决了 把板成这 在这块 什么都贵 真的 就是你不盖房子 你不装修 你不整这些 拉马其他东西 在这边 你真感觉不到 说的啊 就是消费这么高 这可我体验了 今年所有东西都体验到了 其实我家的小院吧 我挺喜欢我家的小院的 实际不大吧 你看这是我家的房子嘛 然后房子下面 有一个这么单独的一个小院 给大家看见 我家的小院啊 这些小院 挺幻想的 然后小院里面 有三棵树 两棵树 一棵杀果树 然后长都特别大 特别高 到时候 这些车 再两棵一打 里面这个小院 就是确实是 是我们家的了 到时候硬化呀 做点 放点小茶桌 放一个摇椅 感觉特别好 中间整个小茶台 夏天时候 天气好的时候 喝点茶 完美 这锁着锁着 定了木板 也给送来了 OK兄弟们 木料已经买回来了 这个就到时候 为我们这个栅树用的 都是抛光的 抛光之后 我们把栅树上了之后 直接在上面 一刷气就完事了 因为这木材送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 今天也开不了工 所以我就让公演 明天再来开动 Day 2 OK兄弟们 修账了的人过来 昨天木板已经到了 然后一会儿用这个水泥 然后打这个桌 现在 很多水泥 我只要把木板放在这个瓶上 我把木板放开 然后把木板放在这个瓶上 他想起来不去看了 我跟大家说啊 俄客人干活慢 是慢 但是干活挺气和的 所有东西都要弄得特别完美 就像上面那个铁那个 不一边起 必须得凉起来之后 炸掉 他们才舒服 然后铁块会有那个秀吗 就他们看着都舒服 兄弟们我收回我之前的话 我干我也行 看来还是得专业的事 交给专业的人 就在我正在监工的时候 我家小妮子跟我说 二哥家的两个姑娘 来城里看望他们的姐姐 马上要到车站了 所以我也是让小大沙在家看家 我去接两个孩子回来 这些人已经结束了 我和邻居家就分开了 这样 这也不打扰谁了 然后这个小店就 我和我媳妇独享 这工人干活干的还行 用办法 都一边齐的 挺好看的 全部整下来 行了兄弟们 经历了一下午的装修 我家的这个小工程 也算是完活了 大家看这感觉 是不是还不错 有了这面墙 我们和邻居家 就都有了隐私 以后干点啥也都方便了 再有二哥家 这两朵金花 我也接回来了 这两个小家伙 进一趟城很不容易 明天就让小达 他带他们在城里 好好逛逛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